这个路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阿坤 今天已经是2023年的2月8号了 今天呢 我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起行 现在是在云南的境内 我老家的范围 后面就是我们村 我已经从我们村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直接就是10公里的下坡 出发吧 太开心了 新临第一次起行 其实前两天就赶走的 然后一直在等一个快递 我们这山里面快递太慢了 今天12顶多 我刚刚把快递取上 看看云南的蓝亭白云 请命这个村子叫极白村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上了小学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上了小学的时候就在这上了小学习 这下来就在这上了小学习 我下山了 下来之后是一条河 这条河叫环泥河 这河水还挺清澈的 我们上初中那会就是 从这要去上学 然后就会来这河里面游泳 这桥上有些车放在这 河下面好多人在那玩 能看到我好多人在那玩是吧 我们上初中那会 有时候如果走这的话 就从这游游游游到那边去 今天我就不在这游了 接着骑吧 因为出来又下坡 我今天出发的玩 快两点了我才走的 空火大了 从家出来下完这个坡 就开始爬坡 今天第一天骑行 我不准备骑多长 先感受一下氛围 明天骑到我们县前去 罗平县就行了 骑到了这个村子叫星空港 我在这买上拖鞋 竟然出来还没带鞋 然后买下两瓶银泳水 这个村子叫星空港 它是每个周二港籍 你看平时就在这港籍 今天是周三没有港籍 但是它这有小商店 我在这买点东西 然后再往前骑一点就不骑了 我把这边的商店都问了一下 然后它没有没有拖鞋卖 我就没买 明天到县城买吧 我买了两瓶水 做饭用的 然后吃个雪糕 我吃个雪糕之后 再往前再骑一点就不骑了 嗯 明天再骑 哈喽 有个小朋友在这 这雪糕也挺好吃的 一块钱一个 多肉葡萄 今天没骑了多少 又骑到了一条河上 这条河我在地团没看到什么名字 不过在我们这把这条河叫做鸭罗河 我准备今晚就在这河边扎营了 听吧 翠花 翠花在这泛着 然后我在这走着看一下 找一个合适扎营的位置 我原本想的是 它这有一个老桥 你看下面 那个是旧桥 我想着 骑着到旧桥这 来旧桥这里扎营的 但是现在看 你看那有个帐篷 然后这里面被人改成了养鸭子的地方 我看 它都用碗把它拦起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扎不了营了 所以 我准备重新找一个地方 你看这旧桥被人改成了养鸭子的地方 那还有几只鸭子 那是两只 然后这 你看这里还有几只鸭子在这休息 好多鸭子都到水里去了 我就从这 从这小路这下去 从这走的话自行车不好搞 看 哇这个路自行车不好搞下来 往这过去看看 哇这个路自行车下不来 不行 你看这还有鸭子 从这个位置就可以下去游泳 我试一下水温仔 哇 哇 哇 很凉快 我再往前走一点 我从 刚才从桥那边看 前面这里有个位置好像挺适合露营的 啊 往这下去 这位置自行车过不来呀 这个位置游泳也挺好 哇 这回信下去 注意点 哇 哇 我刚才 从桥那边 我就想着能来这 来这路也 但是自行车不好搞过来 咋弄 看这还有别人生活 留下来的灶 不过这些人的垃圾流了这么多 哇 素质太低了 太阳快落山了 出去觅食的鸭子已经在往回游了 一群一群的鸭子 我就把自行车搞过来吧 就来这 待会把这些垃圾稍微剪一下 它这个大个帐篷 就很厉害 哇 完全牌子头不好下 哇 石头太多,太陡了 这个路都是石头 哇 终于搞过来了 在那靠着这个石头 哇 先休息一分钟吧 骑车没骑出汗 把车从桥上 就这么一段路 从这绕下来 给我搞出汗了 先歇一会儿 车从桥上 休息了一会 然后我把垃圾紧了一下 我又没有塑料袋 我就紧了个这个盒子 把它装在一块 现在看着舒服多了 这还有一个 基本就在这个位置搭帐篷 现在也没垃圾 看着舒服多了 这有个火堆的也没垃圾 这个明天再想办法带走吧 我在这个位置搭帐篷 我先把帐篷打好 啊 帐篷打好之后 下去泡个澡 鱼会泳 哇 风有点大 帐篷打好了在后面 不过这回 嗯 我看 5点40 肚子还不是很饿 我也不着急做饭 我先下去泡个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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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利了黑 剩利了黑 嗯 从家里面带的这个叫猪血腊子 应该只有云南有 或者贵州肯定会有吧 就是杀猪的时候 我煮出来之后再给大家说怎么做的吧 我用这个小锅煮米饭 就直接用这个小锅用气灶试一下吧 然后用柴火炉来做菜 这样的话快一点 我直接用这个气灶 用气灶来煮米饭吧 转小火 用小火煮 用大火的话它就糊了 把上面的柴干一干 这个小炉子上让它蒸着米饭 然后这个产火炉 柴火炉让我又生火 用这个锅来做菜 一起做应该就要快一点 这个柴火炉现在坏了 上面的撑杆 撑杆锈了掉了断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我试一下吧 好久没用它了 哇 风扇还是能用的 它没有撑杆 直接压下去 可以的 我先把这个猪血辣椒备好 哇 够了够了 把这个备好之后 直接倒水 那多倒一些水 我实际上冲一下 可以 不可以 然后把这个锅放上去炖就行了 看样子这个炉子还能用 只是不太好用了 哇 哇 以后才要弄得特别小 我再割上一根烤肠 哇 啊 搞上一根烤肠放到里面去 就这样先把肉肠切到这个 哇 平底锅里面 然后再倒进去 哇 盖子拿开 把切好的烤肠全都加下去 搅一下 看这个摊都是血色的 红红的 猪血的银色 再把盖盖一下 再让它炖一会儿 哇 这个 柴火炉坏了 要随时加柴 看一下米饭好了没有 哇 打不开 嗯 米饭应该差不多了 看这锅扇的冒气 哇 应该好了 哇 可以吃了 把火关了 可以吃了 哇 这个菜只要 烧水烧开之后 哇 水烧开之后 让它再 热一热就好 哇 开吃了 我先吃一口米饭 看米饭好没 嗯 米饭好了 哇 不过这样煮的 有点点粘锅 我已经用最小火了 啊 然后来一口这个 猪血辣椒 用我们的翻译 翻译怎么说 猪血辣子 这道菜 我知道只是云南有 贵州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每年杀猪的时候 每年过年的时候 不是杀过年猪吗 每年杀过年猪的时候呢 然后把猪血 然后加一些辣椒 嗯 加上一些肉 肠 嗯 猪肝之类的东西 给它搅拌在一起 然后 就用生血 然后搅拌在一起 加一些盐 然后让它发 呃 放在那一个坛子里面 呃 放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吃了 然后出来之后 这些肉都是这种血红色的 特别特别好吃 嗯 看它煮出来的汤汁 都是血红血红的 看这大铲 啊 嗯 太香了 哇 猪头肉 有点碳 有点碳 啊 嗯 好吃 大铲 哦 啊 啊 这大铲 放在这个 猪血辣椒里面的 它可能是被那个猪血腐蚀了之后 就特别软 猪头肉 啊 啊 好吃 我这个发型真丑 是我今天早上起来自己理的 嘿嘿 丑就丑吧 我也无所谓 啊 明天骑到杏城去 呃 后天应该在杏城待一天 办了三件事 嗯 姓雪 身份证快过去了 拍身份证 然后去办个护照 就这三件事 嗯 太好吃了 小馋 这小馋用这种做法做出来之后 它那个胃 已经没有小馋的胃了 基本就是猪血的胃 小馋的口感 这烤馋的话 他们是用纯瘦肉 纯瘦肉去压的 哇 哇 兄弟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